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看小黄培率 1、4、12、13、14 5个组别落飞 莫来拉也落飞 1.6倍落到1.5倍 基本上他跟潘顿比 他的机会就多很多 所以潘顿回到4.25倍 另外4个组别落飞 包括4号是河明年 由9月落到7.5倍 12、13、14都落 12国能落到200倍 13皇上落到750倍 10兆其他骑士都要小心 因此落到500倍 回到尾场赛事 3班跑14米 重返晚1号的竞技勇士 13号的陆尚飞池 状态fit 1、2、5、6、10和13 坦平是14翡翠鹿 上次是谷草1000 今次增情跑田草14 荣潘顿了 敬奇勇士 洛班 盘顿 所以你立刻抱着他 是 其實洛班是立刻有拍跳做足 狀態 其實之前在班尾都看他好 喜佳龍 也是跳足 有大雜 像之前贏馬購女 翠狐飛鷹 這次走過很好心勁 蠻木復谷閘也是很吸引 不過十一檔難跑 精神 未來精神 軍速馬上回到1400 我覺得比較適合跑 大馬走過還挺輕身 可以維持得到 運材再來深馬 3月就開始操 一課大閘就出來跑 其實功夫真的不多 我們也贏到2000 路程稍微短一點 熱身格 看看大眾歡呼 現在神操跳過他很淡定 內斂 真是大個仔 上次蝕像回來也贏 今次撿過二檔 形勢在上面也是很好跑 其實這隻也很好 厲害了 狀態還是很漂亮 但他就均速一點 好像沒什麼殺雀 又要看一些形勢 看看何美玲九檔 可不可以早點擺到前面 看看這隻愛檔 怎麼殺過來 美麗甜心 有傳媒拍到上次大摩 草後都挺怒氣 但是說狀態 覺得他也挺平穩 十檔陳佳希搶了吧 川郎明區 上次開始有腳影 不妨再留意多一次 因為顏色還不太均勻 但是上次撲近 留意多一次 歡樂小子 今次潘頓就不選他 以往潘頓有馬 都會選這隻來跑 但是這隻老馬跳過 還是精神逆逆的 狀態也沒有走樣 隔兩個星期再出 自尊高昇 他也是蔡宇漢旗下的側身馬 是慢慢來的形態 他是很大的馬 但是他跳過 一點都不流泡臃腫 狀態也是到位 雷工作 他也應該放在前面 做捕捉的其中一隻 田草也是盲滿一點 狀態叫做可以 減多幾分落谷草 桃花性 桃花性 但是你看看顏色 還是開得不算很漂亮 還有一塊塊 還要安瘦一點 要給他一點時間成長一下 和五右一起跑過 樓上飛馳 繼續何宅堯 輕綁 伏課跳過還是很漂亮 這次陸檔 形勢和上次截然不同 曾情緋翠綠 狀態來說叫做回起緊 八分水準 始終之前曾經停過一輪 這次再留意多一次 三萬千四很多馬 又是經常都對壘 大眾歡呼 陸上飛馳 上次是同場的 贏的就是大眾歡呼 但是陸上飛馳 要看 歡樂小指也是這組的 其實我們兩隻都有選 大眾歡呼陸上飛馳 兩隻都蝕的 大眾歡呼 沿路走四碟 蝕腳程 阿佳你選的那隻陸上飛馳 就蝕捕捉了 一直出來了 一直出來了 可能當時太行 因為有些新鮮感 始終叫休息一輪 但是你看過大眾歡呼 沿路走著四碟 轉彎五六碟 照樣砌上來 都壓過了廣陵王 莫雷拉很棒 對 砌回落 莫雷拉上次心想 我上次跑大眾歡呼 誰知被自己 騎那隻殺低了 我想他都不是美宜 但是始終是 史卓鋒贏了 沒有理由轉人 剛才說了 沿路走著 洩壞都能夠回來贏 證明了這隻馬 的僵口神科 真的持續有進步 看到他一初出 能夠有表現 那種期望 可以再次投放在他身上 這次撿到那個檔 我覺得又是很舒服的 二檔 這次應該有遮擋 所以我覺得 這次能夠再打搭 贏 史卓鋒有望 駁回那條籃 可以憑這隻大眾歡呼 再駁回那條籃 陸上飛馳 剛才看到 他戳了眼罩 太行 一隻馬都留不住 因為以往這次馬 跑得很久 就是留著和他爆那段後徑 但他上來三班 已經有兩場步速適應 上次都很慢步速 所以他一留 都頂不住 一路走上來 這次不同 你看到美麗甜心 雷工作 這些可能都會走 如果步速正常 相信這隻陸上飛馳 留得輕鬆 剛剛星期三 何摘搭著姚本輝 英之星又贏了 相信這部分都是輝哥欠冠軍的馬 近期一樣保持狀態 最重要是步速正常 和你保障後境 他未必輸給你 莫雷拉繼續跑回 他最佳拍檔 蔡宇翰的自尊高星 今次還要打王牌 雖然間距不算很遠 但以往蔡宇翰的側身馬 他都不介意跑得密 你看他這麼大隻 應該都頂得順 其實他也有少少像 剛剛那隻大眾歡呼 我們之前介紹 敬家嘉的時候 看到這條片 其實他原來也有點虧 轉彎四疊走 就早踩了 畢竟是初初上來三班 那場 但今次被他適應到一次步速 兼且執政回檔位 他應該可以咬回再前些 又是有遮擋的位置跑 形勢上也是自然不同 有機會加上水準 在這也是一路騎兵 是啊 上場都硬堪高大威猛 另外這隻就落一條去看 經濟勇士 看看大前章 那場就是田草千射 東跑的無險東 應該說這隻都問題馬 其實有人被他上來 他都因為一個未能夠盡力拆騎 好像都沒有去打邊的感覺 而罰到停賽 但是以那次的賽事 對著黃龍大將 廢王升 而跑回來是接近 我覺得這樣看 片中的形勢上 這隻就應該二班馬來的 因為始終可能在發揮和走位上面 未盡完美 但是有時候馬有走勢 一邊都可以不用打的 好像上個星期 無險東其實很有益 就是最後上來 只推就已經贏 所以其實都要參考賽事規則 和馬匹水準 能力上 而去衡量那匹馬 在那場賽事 是否發揮到他應該有的水準 但是如果單體的大前仗 競技勇士 回來只能夠接近二回 其實那場的對手 一直劈力拼之下 我相信這隻就應該二班馬來的 這次落班 雖然排重榜外檔用潘頓 但是我相信形勢上 他應該都會繼續 去樓前大學一段上來 如果真的早段蹲出來快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三四位 埋到前段也不出奇的 畢竟上對著這一組賽事 好像一路減到來 這一場的分數上 他是賺得比較多些 我希望競技勇士 可以使用到潘頓 可以發揮到他應該有的水準 十一場研究員提精選 正如彩精選監第四場 五、六雙膽 配具是489和13 膽識精選監第八場 五、拖六、八、九 連銀行三著OK 這次的形勢 偉達、賀爾有馬房 都手壓重兵 看看能否交出好成績 十一場研究完了 頭場開爆十二點半鐘 下次研究了 拜拜